泰鲁閣地區搜救行動持續進行 搜救隊今天由七人三搜救全組成快工隊 挺進五間屋進行重點搜救 至今沙卡丹步道還是有游戲一家其中三人 及新加坡的夫妻 共五個人處在失聯帶緣的狀況 現場出動外手進行開挖 為了找尋失聯民眾 花蓮特搜大隊一早出發前往沙卡丹步道 新加坡級的游客可能在五間屋的部分 距離步道應該是1.5K 那我們今天就是昨天討論之後 我們是組一組就是快工小組 我們就是七個人然後帶三隻搜救犬 然後我們會進入那邊去做 就是熱區的研判這樣 然後另外一組就是 我們會持續朝這個0.5K 就是第一處大封閉這邊去做救援 那目前重機區已經都進場 沙卡丹步道4.5人 包括新加坡夫妻兩個人 以及遊信一家五口當中 還未找到的三個人 加快搜救腳步 特搜隊員輕裝出發 今天就是走快一點 然後就是趕快去搜索那個熱區的部分 持續挺進 搜救現場不光調來重型機具 持續開挖 由河床向步道避崩處挺進 搜救隊伍當中 還帶上了搜救犬 根據正常人腿成估算 失戀的新加坡級夫妻 有可能在步道約1.5公里處的五間屋附近 將帶著搜救犬搜尋 未尋獲的遊家三人也是搜救重點 已經成功可以做大體的救援動作時 我們會先拜拜跟他講一下 然後再做後續的救援工作 搜救隊員也特地帶上精緻 找到大體開挖時會先行告知 不放棄一絲希望 希望搜救行動能有新進展 記者 最後報導